我看你們的表演 跟比較傳統的舞龍舞師不一樣 你們是會… 音樂也不一樣 為甚麼?為甚麼會有構思 因為我們覺得 太多以前的傳統音樂 很難令觀眾接受 所以我們加了一些不同的樂器 例如一些小提琴 對,即是彈一些流行曲 讓大家容易接受 我想問,現在開始演變了運動 但始終它有傳統 為何在傳統和演變成運動 身邊取得平衡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最初也很困難 很多時候… 傳統的指導功夫等 要做得對才算是傳統 但我們不斷地想 如果踏上舞台做表演 你做了一些事情,觀眾不明白 其實你做完之後 他們只不過看到你們動了 你們做完一些事情 我也跟他們說 其實傳統只可以慢慢成為我們的骨架 藝術是液 是 我們要飛上舞台 我們就要開始走向藝術 在取捨期間 我們經歷了傳統有時候 經常會堅持自己 但正確,沒有他們的骨架 你沒辦法再擴展出去 是 永遠只能站在那個位置 這件事很快就會失眉 因為從我玩了這麼久 很感慨一件事 就是看著它在最旺盛、最高峰 香港的農屍業 是甚麼時候 2000年 當然現在不是很厲害 不過推廣沒有以前那麼厲害 當然,我們沒有放棄過 因為如果放棄 你就不會有後面這群 繼續倒力下去的學員 給自己歡呼聲 要融合傳統和現代 永遠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Ivan的堅持和熱誠 感染到這群年輕人 無論內界有多少誤會 練習空間有多麼少 甚至乎天氣有多麼壞 都沒有了這群人 舉起夜光龍,在漆黑中繼續前進 夜光龍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中式的表演藝術、文化運動 不可以因為這個時代要轉變 所以將一些可以保留的藝術 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就這麼容易放手